交通方面 台铁昨天在台东发生了自强号撞上土石流的严重意外 马总统上午取消原定行程 前往方山隧道试查 除了了解事故发生的经过之外 也只是要尽快抢修 马总统取消原定行程 一大早直奔屏东方山2号隧道 试查自强号撞土石流的事故现场 穿上工程衣 戴上工程帽 看到车厢分离脱轨 马总统从隧道走出来 脸色相当沉重 这个土石流是由上面下来的 因为有受到地震还有蚝雨的影响 本来的水路是由这里 这里要卡到这边 地震加上蚝雨土石流整个 鱼沙在这边堵住 那堵住之后它的水 那个土石流就往这边 它是一个水路 就带动那个水路 还有石头就到这个地震 土石土石流是哪里的 从上面 对 就是因为没有 它是因为一个山丘 上面有受到地震 那是连日的蚝雨 一边听取简报 一边指着上头的寒管 疑似就是土石崩落的原因 更要了解会不会影响后续双轨化工程 瓶颈段是有双轨的 就隧道部分 可能比较分流 现在没有 将来的部分大概也是没有错 局部的几个瓶颈路段双轨化 这就变成瓶颈段双轨化以后 那那个创车各方面就改善了 改善了 速度比较好 目前来讲只有中央隧道那边 可以两部火车的交汇 所以将来铁会比较增加 行车效率速度都可以提高 是是是 主要是平均段落 台铁人员连夜抢修 怪手不断清理轨道上的落实 由于隧道内的空间不足 大型机具无法进出 增加抢修难度 国军也加入抢通 希望南回县能在预期时间9月3号前 恢复正常行驶 在此之前 方辽道到站间 由客运提供接驳 遭延误行程的旅客 可以在15天内到各车上办理退票 联合报 张金兰 评论报导